包带获选你的官生官平差强人意 然而当初你入朝为官 难道就不是为了名利二资吗 不是 那你又是为了什么 整生命于水火 皆百姓于盗旋 暴政在定远县苦干几年 现在即将掉岗 临走前百姓们都来送别 放上了各种农产品 感动得他眼里顿时泛起泪花 然后他强忍不舍 坐上马车赶往端州赴任 不留奔路却突然遇到了劫匪 威胁的交钱不杀 我家老爷是县 县任的县太爷 你们不得无礼 面对小叔同强装镇定的警告 劫匪根本不屑一躬 当官的可是大飞扬 毕竟签下当官的都是贪官 自己也不会被逼得拦路打劫 随即直接准备动手 关键时候 白马王子展昭即使赶来 保护他的黑鼻公主 当场就和劫匪干起架来 三下五出二打得四人落花流水 你究竟是何人 嘿 你们遇到贺星了 他就是南辖展昭 四人大惊吃饲 打不够打不够 立即脚底抹油 打算跑路 这时展昭告诉他们 那个黑皮长月牙的就是包星天 所有四人跪下给包拯道歉 展昭强力推荐他们做保镖 从此他们成为了有编制的公务员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是王朝 他是马汉 我叫张龙 他叫赵虎 最后包拯带着四人同行 途经白云四时 这样和老方丈叙叙旧 不料他的保镖 算命书生公孙策发生了摩擦 他赶忙扶起公孙策 但却被嫌弃的扒了开 抱掌穆松人离开后 竟然直接遣散保镖团 紧接着询问方丈 关于公孙策的事 原来监考官受贿 导致他几次都没考上公务员 一怒之下发誓永不再考 因此也非常仇视当官的 只可惜他保读诗书 博古铜金 却沦落到寄居寺庙 五挂为生 老纳本想将他鉴于包大人 一同前往端州 可是刚才的事情 只恐怕他更不愿意了 包长倍感惋惜 更想找公孙策聊聊 同时保镖们为了留在他身边 居然也去诚心道歉了 就这样两人开启了私聊 包长希望公孙策再考科局 不料却被当场拒绝 考中了能夺块肉吗 只不过是想要名利而已 包长有这么高级的思想觉悟 简直让公孙策刮目相看 谁都会说漂亮话 但只有他包长经得住考证 于是他发出了入伙邀请 那么公孙先生 何不与我一同前往端州救人 包大人要在下同去端州 公孙先生的才学 我都有借重之处 又可借此机会 查明我究竟是否严刑不议 你何不一事 最后在包长极力的劝说下 公孙策经过一夜的考虑 郑重决定跟着他婚 那么恭喜包长获得军师一名 为免服务之路更加顺畅 欲刺杂刀如阵亲临 千斩扣揍 有法无情 包长的龙虎狗杂刀非常有名 但发明者竟然是公孙策 在端州上任的三年 包长贯彻和谐社会理念 成功升任开封服务 而这到他准备回京赴任时 却收到了陈州灾民 状告安乐侯庞裕的状职 他刚一回去就被紧急宣招 皇帝派他去查 陈州放梁一案 镇贼钦差是自己的大舅子 最近又有各种流言传出 因此既然找一个公正无私的大臣 只有他包长最合适 在聊关键时候 他却打起了哑谜 臣其皇上此事责任重大 微臣恐怕难以承担 包证担心 此去查无可查 无功而返 那包卿如何才肯前去呢 臣恳请皇上 赐下御扎三道 同府陈州 其一派臣为查证清差 其二无论大小官员 任平臣依法查办 此臣奉旨放告 广查明月 现在已经有了御扎 可回府后 包长却依旧忧心忡忡 他担心这些不能定死旁御 公孙先生 要本府向皇上 请得御扎三道 难道真能治得了那旁御 请数学生 站坐保留 大人明日 自然知晓 没看到包长脸都极红了吗 公孙策却卖了个关子 其料他竟然根据御扎三道 连夜设计了 龙虎狗扎刀 而当包长见到扎刀时 瞬间震惊 急忙询问其用意 这便是隋大人 一同前往陈州的 御扎三道 御扎三道 皇上所赐 分明是御扎三道 公孙先生 是借着童英之辩 而制作出的三口扎刀 公孙策信心十足 给他介绍扎刀的意义 龙头扎 砍皇亲国戚 虎头扎 砍贪官污吏 狗头扎 砍五尺恶霸 如果皇上认证了这三口扎刀 再把他们带去陈州查案 肯定会一帆风顺 于是临走前 包长带着刀面见皇帝 这真是前所未见的刑举呀 当看着闸刀 就足以令人不寒而栗 相信 再狡猾的罪犯 在这扎刀前 也得扶手认罪了 御扎三道变成了御扎三刀 皇帝不但没有生气 还转头询问王丞相的意见 老王非常高兴 降龙压不过地头蛇 要是有了皇上御刺的扎刀 陈州的案子肯定能办得好 为了天下百姓着想 皇上必须得应允 好 朕相信包卿 能秉公执法 谨慎行事 御刺杂刀 如朕亲临 先斩后奏 有法无情 这三口同杂虽重 其所代表的权柄意义 更是重于万斤 若要动用 必须私之再三 倘若被朕察觉 你有滥用之险 朕不但要追回杂刀 还要对你从众问罪 你可要仔细了 自由包长带着皇帝的警告 抬上威风的闸刀 向陈州出发 而六一名 庞太师急得屯屯转 在包黑子手底下 儿子庞玉还能有命吗 他慌忙找到 当贵妃的女儿 让他去求皇帝 臣妾跟前皇上下旨 不准包大人 对庞玉动用闸刀 如果皇上不答应 臣妾就贵死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款之嫌 我还前来将你 具体到案 哎呀那 阿相 包装 你不必派人拿我 本乎就随你走一趟 重要又如何 彭宇来到公行 依旧有恃无恐 他是皇帝的大舅子 还有个当朝太师爹 按照大宋朝的律法 他不归包装的 开封服馆 包装脸都气红了 也罢 丹府就让你 心服口服 你去看来 丹府离京之时 皇上律刺龙虎狗 三口扎刀 扎刀所到之处 犹如皇上轻 刀刀皆由 先斩后奏之权 丹府如何不能把你 来人哪 摘掉他的紫金罐 拖去他的滚笼 你敢 你敢 你敢